《法新社》記者蘇欣琦報導 社運人士 牙醫李凝芝今早在灣仔站被警方帶走 蘇欣琦今天早上8點多 在社交平台X上傳 李凝芝在灣仔站被多名便衣警員截查 最終被帶上警車的影片 畫面可見李凝芝身穿一件白色T恤 上面有一個人像及寫有簡體 毛主席萬歲的字眼 蘇欣琦貼文指 李凝芝沒有被捕 現已獲釋 他被警方帶到附近的一條小巷 等候警方解釋 李祖前因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被捕後被實施的行動限制令 貼文引述 李凝芝有關行動限制令的範圍 不包括灣仔 而且已失效 另一方面 在銅鑼灣就有市民首詞標語表達心聲 85歲的伍伯 首詞密密麻麻的看板 展示給過路市民 藉此表達對中共打壓香港人權的不滿 此外社運人士雷玉蓮、蓮姐同樣走上街頭 由蘇高起步至金鐘政府總部期間 一直沒有遇到阻撓 但有聲明便依前方開路 和兩個FMLC根尾 蓮姐到了政總外想掛標語在鐵馬 一度被警員阻止 但最後都掛倒做photo call 旁邊警員並沒有阻止 他說防委會加租 只會令大學生和年輕人生活往後退 即使保安或清潔工種薪水超過13,000 都覺得很上火 自己今天有氣管炎 都走出來抗議 也見到近年來七一遊行人數越來越少 他提到出發前被提醒 標語上不要有違反《國安法》的標語 連遮批評警方 無論什麼事情都要扯上國安 不了解民生 bol吉利 呃